《中文字幕》 醫生當時跟我們說 他要我們晚上留意著他 他有機會會很辛苦 如果他辛苦到發瘋了 你自便跟他衝急症失 當時就會覺得原來是這麼嚴重 是性命有關 一進醫院醫生穿其症的時候 我完全未聽過 我第一次穿其症 是不是有東西穿了 哪裡穿了 Maggie有一對孫兒子 哥哥Owen剛剛兩歲 他在大約八個月大的時候 曾經連續幾天發高燒 第一天他發燒 也發得高的 39度 39度多 我又不是太擔心 當初因為他發燒 我覺得小朋友發燒也是正常的 沒有太緊張 我也有去看普通的家庭醫生 他就說 可能有機會是玫瑰診 我看著 過多一天多 他就出了一些診 在肚子裡看到有診 但他還燒 然後我又再看回家庭醫生 他就說 又未必是玫瑰診 不如你自己去醫院看看 什麼事 其實一進醫院 醫生就看 他發現卡格名中斗的位置 紅 摸他的淋巴 醫生也有些腫 他就說 初步看這個診斷 就像是川崎症 川崎症在1961年 由日本醫生 川崎副作首次發現 基督教聯合醫院的趙華強醫生 平均每個月都會接觸到 一個川崎症個案 據2005年一個統計 在香港 大約每10萬個5歲以下的小朋友 就有39宗川崎症個案 川崎病除了發燒之外 其實有其他症狀 包括眼紅 嘴會很乾、很紅 士多啤梨利、出診 他會手掌、腳掌 都有些腫障 特別是頸口的淋巴核 就會有個腫脹的情況 川崎症就沒有一個確診的檢查 通常我們看臨床表徵 他會有發燒多於5天 剛才有5個症狀 有4 out of 5的症狀 我們就會斷病人有川崎症 川崎症現時成因未明 醫學界相信是與遺傳、免疫力 或者是病毒感染有關 百成半患者都是5歲以下的小朋友 黃金治療期是第5至10日 醫生會為患者注射丙腫球蛋白 去到那個時刻 他已經是症狀再多了出來 見到我眼又紅了、嘴又紅了 打完之後 你就見到他開始慢慢緩和 你的心又定了些 一般患者在注射丙腫球蛋白之後會退消 觀察幾天就可以出院 Owen也不例外 不過並不代表無後顧之憂 川崎症可以引致冠狀動物擴張 或者動物瘤 嚴重的 隨時會有心肌梗塞的情況 所以出院後第一次覆診照心 對於所有川崎症兒童來說都相當關鍵 醫生在照的時候 也不會啟 你知道醫生也很嚴肅 姑娘也在旁邊陪著小朋友 大家在那裡 可能那十分鐘 你會覺得是很長 很漫長的十分鐘 因為你不知道有沒有事 醫生很認真 沒事是正常 那一下你是鬆了一大口氣 所以那一刻 一說沒有 是你覺得空氣回來了 呼吸到氣 十八個月大的芝芝 這一日和媽媽Cinney去市集擺檔 Cinney很喜歡做手作 不過幾個月前 就試過連市集都不想準備 因為芝芝在今年七月患上了川崎症 更加不幸發現 冠狀動物擴張 醫生一邊 一邊照一邊 一邊有這樣的聲音 有靈頭 就很擔心 開始慢慢慢慢擔心 然後她說 嚴重了 那些 說這些 然後我們就 哇 有多嚴重 這個情況 她說了一句 我覺得 為什麼會 這麼嚴重 她說 這幾年來 我看的病人最嚴重 就是她 其實都忍著 雖然哭 但是都忍著 然後我們一回到病房 放下了她 然後我們兩個就抱著哭 然後我說 為什麼是她 為什麼要變成這樣 這件事不是應該好好的嗎 她那一陣子還要 學會 經常跟我說再見 然後 不要 不要跟我說再見 真的會少少東西都會令到自己癢 先來和Simon 後來再見另一個醫生 醫生跟他們解釋 智智的心臟血管擴張了2.8毫米 屬於輕微 冠狀動脈大致分為三個等級 血管擴張5毫米或者以下屬於小型 5-8毫米是中型 8毫米或者以上 就是屬於大的冠狀動脈樓 情況會比較嚴重 智智現在的情況穩定 血管慢慢收集 每天只需要吃阿斯匹林 直到好回為止 不過 照顧村崎正兒童的飲食 就要花多點心思 然後做些什麼給智智吃 有個魚湯烏冬 然後再蒸多個牛奶蒸蛋 給他 我煮的食物 全部都是冰冰的食物 就是很少鹽很少油 多些營養的食物 我就是給他吃飯之後吃的 午餐之後吃的 會影響他吃肉 還有他吃很少的 那個是一個藥丸 阿斯特琳混水 然後再給他幾乳 我想做老闆電話 沒見到他吃得開心 就已經很滿足了 對 村崎病我們最擔心 會影響冠狀毒物 沒有接受過任何治療 沒有給丙中球蛋白 事不靈的話 他的機率 就大約是由一成半 去到兩成半 但是如果接受了 丙中球蛋白的治療的話 就可以將這個機率 降低到大約是4% 有了村崎病 就算出了一些血管動物流 都不是一個世界末日 那個血管的病變 或者流 很重要的 我們需要減少運動量 其他小朋友 我們都建議健康生活 做正常運動 淨淘海浪過後 一切又回歸平靜 小朋友未必會記得 但對於爸爸媽媽來說 仍然歷歷在目 就原來發覺病的時候 是埋心餵奶 是對小朋友最好的 comfort 他什麼都不吃也好 他吐也好 他一定會喜歡黏著媽媽喝奶 而他喝人奶就不會吐 那一刻你其實幫不了他 但是你會發覺 原來你抱著他 他喝奶 他就會很開心很舒服 你覺得你自己是付出一些東西 幫他不用說 我經常看著他 好像什麼都做不到